科研加C8安装薯品 主机一台 老光碧航空箱一个 脚踏 电源线一条 引进引罩 漏斗 我们来安装导工碧 首先打开导工碧箱子 里面自冷头一个 矮一点 放矮一点 自冷头 好 咱们先把自冷头装上 自冷头它有两个水管 因为自冷头的话 它是需要水循环的 水管还有长牛段 那么我们先插长的 插第一个 听到响声就OK 再来插短的这一根 插上了 再把拧机线插上去 拧机线有卡槽跟卡尺的 把它兑好 插进去 把罗斯帽连上 烧工 烧工碧 敲开 好 把这个红色的防尘塞 拿下来 把关闭上 接口住 还有一个防尘塞 拧下来 刚打关闭的时候 这里有个罗斯 把罗斯帽连上 把它拧开 防止它 挂走 装到外面的时候 锤子装上 保湿拧紧 把中锤 自家装上 打开 中锤子装上 备 颜色 很多 继续 都 有 衣装 看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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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装重锤 重锤比较重 所以老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慢慢点上去 把蒸汽管擦上 碳头 一个1064跟532的碳头 再加上一个黑妮娃娃碳头 两个 做黑妮娃娃的时候 可以加黑妮娃娃头 做532跟1064的时候 上532跟1064的头 对接上去 好 我们导工被装好了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有键水孔 易水孔 放水孔 那首先我们把皮盖打开 皮盖打开 装水的时候 装水的时候 我们用漏斗插进去装水 仪器差不多要装到8公斤水 装到它阴水为止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漏斗取下来 取漏斗的时候不能直接拔 一定器械不能直接拔 你拔的时候 直接拔的话 会把这个黑皮圈往下来了 那么我们要轻轻的压着这个 黑皮圈往外拔 就OK了 装满水过后 仪器在正常操作的情况下 这个黑色的 黑色的盖子是不需要盖上去的 因为机子在运输当中才能盖 如果说机子在循环当中的话 盖上去 所以循环不通胀 所以说我建议把黑皮盖拔掉 好 这里有一个开关 它是自冷开关 所以说在我们操作的时候 不需要用到的情况下 就不用打开 如果说我们要用到的情况下 就打开 它会自冷的 凝结上我们的一远线跟脚踏线 这边是凝结我们的脚踏 脚踏的话 它也是有卡槽跟卡尺的 把它凝结上 凝结上的时候 把螺丝连上 房子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 有客人走过 房子把它线带它 所以一定要把它螺丝连上 再来连接我们的定源线 好 那么我们拿钥匙 开机 开机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指示灯 它会亮的 开机的时候 它是 你不按进去的时候 它一直都是这个屏幕的 所以我们要点一下 点一下才能进入 我们的操作模式 好 我们开机了 它这边显示 赫兹 赫兹的话 我们是频率的快慢 那从1赫兹可以调节到10赫兹的 这个是根据我们操作来调节的 好 一般我们正常用的话 都是用4到5赫兹 这边是我们的能量 能量1064的能量 它是可以达到最高2000毫焦 那532的话 我们最高的能量 它是可以达到1000毫焦 它是50 51加的 最高是1000毫焦 那么我们在按1064的时候 它这里有个转换器 1064跟532的时候 有个转换器 那么我们在按这里的时候 一定不要去按其他的部位 如果你按其他的部位的话 它的转换器可能会卡着 没转换过去 等它停了 我们再去按其他的 好 这边有一个水温计 这边是整个机子的温度计 温度的话 它可以最高达到了50 达到了50的情况下的话 让我们让机子休息一下 这样温度会高了 可能会产生 外面都会有一点点热 这边的话是水温计 水温计的话 如果机子没有装水的情况下 那你开机的时候 它这里会有一个感叹号 好 这边电池和灯泡 那我们就要开始按这边了 这边是预热 好 预热 这边的话 灯泡 按的时候 灯泡会亮 好 亮了过后 我们才能按开始键 按开始键充满电 那我们就可以操作了 532 现在是532的 532打出来的话 它是采光 它比较吃眼睛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的话 不管是1064或532 那我们都是要带眼镜 眼罩的 自己带眼镜 给顾客带眼罩 那我们就试一下 打来一下 我们这上面 它是可以调节的 光斑的大小 这里有一个卡刺 卡槽哈 它两对应的 那么你在1的时候 它打的光斑就是小光斑 2的时候是稍微大一点 我们从1到7的光斑面 这样来对应的调节 7的话它是大光斑 打的时候 注意这个是532的 它比较顺眼 好 打出来 光斑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再来测一下 1064的 调节的时候 把它返回才能调节 好 好 再来按 灯泡预热 好 开始 充满电 这边才能操作的 对打出来非常好 打1064的时候 没有那么吃眼 好 这边的话 是我们的 打的锁 打的发速 它这里会有个 技术的 这边的话 是我们的返回键 那么我们现在测试完了 返回的时候 也要一步一步来 先关机 返回 再来 一步步返回 再来关机 一步步运 再来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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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